欢迎大家收看《六读中国》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西班牙挪威决定继续援助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机构 深圳GDP暴升学者任与港人北上有关 刺激消费增长7.8% 低凶索女跳科目三遭照妖镜出卖 真实身材原来细弦 英国可能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 伊朗 我们不愿与美国开战 但我们将对抗美国的任何冒险行动 请大家收看 西班牙挪威决定继续援助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机构 RFI法广 目前12个国家已经暂停对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机构提供捐助 包括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英国 意大利 芬兰 荷兰 德国 日本 奥地利 罗马尼亚 新西兰 挪威政府表示将继续提供资金 并敦促其他捐助国慎重考虑后果 西班牙政府认为缓解加沙人道主义局势刻不容缓 将继续与联合国机构合作 法国 瑞士和欧盟等国家表示将等待调查结果 再决定是否继续提供捐助 以色列希望停止该机构的所有活动 并已解雇12名员工承诺对指控进行调查 联合国秘书长将于周二评估局势 欧盟要求近东救济工程处接受独立专家审计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呼吁对该机构给予最大限度的支持 深圳GDP暴升学者任与港人北上有关 四季消费增长7.8% 新岛日报 深圳市去年社会消费零售总额首次突破万亿元 同比增长7.8% 其中 商品零售增长7% 餐饮收入增长15.2% 深圳市政协委员方舟表示 深圳消费增速强劲与港人北上有关 通关后更多港人涌向深圳大卖场等高品质消费点 香港居民去年平均每天有超过25万人次到深圳消费 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深港融合消费成为新亮点 深圳消费潜能持续释放 低凶索女跳科目三遭照妖镜出卖 真实身材原来细弦 新岛日报 最近有一段影片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影片中一名身材娇好的美女在房间里跳着舞蹈 但是后方的镜子反射出来的身形却完全不同 看起来像是另一个人 经过仔细观察 网友发现房间里的家具也随着美女的动作扭曲 这明显是通过滤镜加工的效果 影片引发了网友的讨论 有人称之为照妖镜 也有人称赞科技的强大 总的来说 这段影片是一个搞笑的视频 让人们感到好笑和惊讶 英国可能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 RFI法广 总结 英国首相卡梅伦在会见阿拉伯国家驻英大使时表示 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将有助于推动巴以两国方案的进程 他还提到应该考虑巴勒斯坦国的组织机构和运作方式 巴勒斯坦驻英国大使赞扬这一表态 但英国保守党议员则担心会奖励哈马斯的暴行 唐宁杰10号表示 英国政府的立场并未改变 仍致力于两国解决方案 卡梅伦本周将访问中东 这是他自上任以来的第四次访问该地区 伊朗 我们不愿与美国开战 但我们将对抗美国的任何冒险行动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 根据伊朗消息人士的说法 美国通过第三方向伊朗发出了多条信息 强调不希望发生公开战争 但警告扩大战争将导致美国采取行动 德黑兰拒绝了威胁 并将打击其领土视为红线 并将对此予以回应 伊朗外交部否认抵抗分子接收来自德黑兰的命令 并指责指控毫无根据 美国官员表示 拜登要求提供一系列应对选项 但要避免进一步升级 包括打击伊朗人员或海军资产 美国立法者要求在对中东实施空袭之前 获得国会批准 伊朗外长强调 必须通过政治解决方案来结束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战争和该地区的危机 伊朗官方否认对该地区任何个人或团体的行为负责 联合国安理会发表声明称 伊朗下令袭击美国基地与个人 北约秘书长指责伊朗对破坏中东地区稳定负责 以色列占领军在加沙地带发动毁灭性战争 造成大规模破坏和人道主义灾难 学者 消费强劲与港人北上有关 新岛日报 深圳市去年社会消费零售总额首次突破万亿 同比增长7.8% 其中 商品零售增长7% 餐饮收入增长15.2% 深圳市政协委员方舟表示 深圳消费增速强劲与港人北上有关 通关后 更多港人涌向深圳大卖场等高品质消费点 据统计 香港居民去年平均每天有超过25万人次到深圳消费 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 深港融合消费成为新亮点 开市客华南首店 前海山姆开业成为网红打卡点 引发深港两地消费潮 深圳市政协委员方舟指出 意后通关以来 更多港人被深圳更多元 更高品质的业态和消费类型吸引 例如深圳大卖场和各种高品质美食店 深圳去年GDP增速6% 全国 新岛日报 深圳市长秦伟中 昨日在深圳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宣布 深圳计划在2023年实现GDP3.46万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6% 他还表示 深圳去年的经济增速超越了北京 上海和广州 成为全国第一 并连续两年成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和全部工业增加值的双第一城市 深圳的经济表现强劲 部分原因是因为抓住了新能源汽车 和人工智能等风口 并且转型升级快 消费恢复快等因素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深圳市长还提到 2024年深圳的GDP增速预期为5.5% 深圳市将重点推进深港澳大湾区建设 和深层次改革 扩大对外开放 并计划开展一系列工作 包括制定实施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总体发展规划专项方案 建设深港国际服务城 和沙头角深港国际消费合作区 中美重启芬太尼谈判 学者对拉动中美关系有建设性作用 联合早报 中国和美国星期二1月30日 重启关于限制芬太尼原料生产的谈判 受访学者分析 中美两国禁毒执法部门 在芬太尼问题上 启动具有行动性的磋商合作机制 对今年拉动中美关系 具有建设性作用 芬太尼是一种化学合成强效阿片止痛剂 毒性比海洛因强50倍 美国官方数据显示 美国每年有10万人死于芬太尼过量 18至49岁死于滥用芬太尼的人口 比其他任何致命因素的都多 今年以来 中美两国在禁毒合作问题上频频互动 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22日 与美国白宫国家禁毒政策办公室主任 古普塔会面 就两国禁毒合作进行深入沟通 朱峰分析 如果中美双方能在芬太尼问题上 拿出具体的合作方案 有效管控芬太尼在美国的滥用问题 将被看作拜登政府的重要政绩和对华政策成就 中国在芬太尼问题上积极地配合 很大程度上也有助于改善 美国舆论环境中的中国印象 中国批美搜查在美中企损害中企对美投资信心 联合早报 中国商务部批评美国对中资企业进行突击检查的行为 认为这严重影响了中国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 并损害了中企对美投资的信心 商务部敦诉美国停止对中企和商务人员的滋扰 并提供安全 透明 公平的营商环境 近期 美国国土安全部搜查了中国汽车零件制造商 青岛三祥科技位于俄亥俄州的子公司 指控其规避美国关税 三祥科技证实了被搜查的消息 并表示将评估事件对公司的潜在影响 中国火箭院原院长王小军被撤销政协委员资格 联合早报 中国军工高层王小军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资格 显示中国官方的军队整顿行动仍在继续 王小军曾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 是航天火箭专家 曾参与载人航天工程研发工作 他的撤职原因没有公布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是中国历史最久 规模最大的导弹武器和运载火箭研制 试验和生产基地 去年12月 还有其他三名军工企业高层因涉嫌腐败 被撤销政协委员资格 港府就23条立法展开公众咨询 联合早报 香港政府启动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公众咨询 计划今年内实施全新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涵盖五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这次立法与2003年的尝试相比 有望更顺利通过 因为目前香港的政治氛围已经发生变化 根据咨询文件 条例将规管商货叛变 窃取国家机密及间谍行为 危害国家安全的破坏活动和境外干预罪等行为 香港特首李家超强调 23条立法是香港的限制责任 要尽快实施以确保国家安全 香港建制派阵营支持这一立法 认为它比2003年更完善 然而 香港民主党主席罗建西认为 咨询期太短 建议当局延长咨询期 以便市民有更充分的时间讨论 中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认为 目前香港几乎没有反对力量 相信这次立法会比2003年顺利通过 他预计 西方国家会通过舆论攻击和与反中乱港势力合作 煽动香港人分化 引起恐慌 但中央政府会在外交层面支持香港打好国际舆论战 2023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安装激增 RFI法广 国际能源署IEA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 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在2023年将增长近50% 达到近510千兆瓦 报告还指出 中国在可再生能源装机方面的增长速度超过其他国家 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的领导者 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在2023年将相当于全球太阳能光伏发电量的一半 并且风能发电量将增长66% 报告还指出 中国正在加快向绿色能源转型 以限制化石燃料的使用 国际能源署的报告强调 可再生能源的增长速度超过了过去30年的任何时候 有望实现各国政府在COP28气候变化会议上设定的 到2030年将全球发电能力提高两倍的目标 报告还指出 光伏发电技术的成本下降使得可再生能源更具竞争力 然而 国际能源署也表示 尽管发展可再生能源的速度在加快 但各国之间的差距仍然存在 一些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多的融资支持 2023年被证实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 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机构表示 2023年全球年均温度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5摄氏度 而且每个月的全球平均气温都创下了新的记录 这一趋势的原因之一是厄尼诺现象 它在2023年使全球气温升高 尽管2023年创下了最热记录 但气候专家警告说 气温增高的速度正在加快 气候变化将对人类生活和环境产生更严重的影响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 国际社会需要加快向低碳可再生能源过渡 专家表示 使用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燃料至关重要 因为化石燃料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 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预测 到2030年 全球对化石燃料的需求将达到峰值并开始下降 这意味着化石燃料时代将逐渐结束 而可再生能源将在能源供应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德语媒体 中国房地产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德国之声 中国房地产行业面临严重危机 其中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之一恒大被下令清算 评论认为 中国政府的低息政策促成了房地产危机 对习近平及其政府的危机应对能力提出质疑 北京当局现在的选择是如何让房地产市场恢复健康 要么通过短暂但痛苦的休克疗法 要么让房地产行业自生自灭 政府最担心的是社会动荡 因此可能会对一些小业主和小储户伸出救援之手 长期来看 房价下跌是必要的 才能让普通收入阶层买得起房产 中国的经济问题也会影响其经贸伙伴 德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 IMF上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至3.1% 德国之声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新报告 世界经济展望 2024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 从2.9%上调至3.1% 尽管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改善 但仍受到高利率 新冠疫情相关的政府支持措施撤销 以及生产力水平持续低下的影响 预计经历两年 全球经济增长仍将低于3.8%的近期历史平均水平 在七国集团发达经济体中 欧洲国家的经济增长似乎将继续疲软 而日本和加拿大的经济表现预计会稍好一些 中国经济今年有望实现4.6%的增长 低于去年的5.2% 印度仍是全球经济的亮点 预计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为6.5% 比10月份提高了0.2个百分点 尽管许多亚洲经济体保持强劲势头 但欧洲仍给全球前景蒙上阴影 IMF指出 欧元区的增长明显低迷 德国将再次成为七国集团中增长最慢的经济体 今年仅增长0.5% 尽管如此 对许多国家而言 2024年的总体形势似乎没有原先预期的悲观 除阿登廷外 报告中提到的所有国家 今年都将实现正增长 马斯克Neuralink完成首例人脑芯片植入 德国之声 马斯克旗下的Neuralink公司表示 已经为第一名患者成功进行了脑芯片植入手术 并且患者的恢复状况良好 该公司的目标是帮助病人克服神经系统疾病 首个产品名为心灵感应 植入体上有1024个电极 可以帮助传输患者大脑中的信号 该技术的初始目标 是让人类能通过意念控制电脑光标或键盘 然而 该公司也面临一些争议和问题 包括违反运输规定被罚款 以及有关技术安全性的调查 特朗普会在纽约欺诈案中失去其商业帝国吗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可能会被禁止从事纽约的房地产业务 这对他在入主白宫之前 就以声明确起的房地产帝国来说 可能是一场毁灭性的打击 特朗普被指控多年来通过虚假财务报表来获取贷款 在历时三个多月的激烈审判后 曼哈顿一家法院将于本周宣布其裁决 纽约欺诈案只是针对特朗普的极其审判之一 尽管如此 在本月早些时候 特朗普在爱荷华州党团会议和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从而使之距离获得共和党的总统竞选人提名又进了一步 纽约总检察长利蒂西亚 詹姆斯于2023年9月21日对前总统特蒂朗普集团和该企业的高级官员提起民事诉讼 尽管针对这位前总统的商业交易调查已经持续了大约三年的时间 在诉讼书中 詹姆斯指责特朗普以及特朗普集团的官员 包括他的孩子伊万卡 埃里克 以及小唐纳德 在2011年至2021年期间故意创建了200多项夸大的财务评估 以帮助该公司从银行和保险公司获得多达2.5亿美人的优惠贷款 詹姆斯在诉讼书中写道 这些行为违反了纽约反欺诈行政法 并因此寻求对特朗普处以2.5亿美人的罚款 在2023年9月27日的初步判决中 曼哈顿最高法院主审法官阿瑟·恩格伦裁定 特朗普通过向贷方大幅夸大其房地产价值 而犯下了持续多年的欺诈行为 恩格伦法官解散了这位前总统旗下的一些公司 还下令吊销特朗普集团的营业执照 并任命一名独立监察员来监督该公司 特朗普否认其存在不当行为 并对初步裁决提起上诉 在去年10月份 上诉法院暂时终止了裁决中有关企业解散的部分 特朗普的律师便称 近一千名员工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 而詹姆斯的团队表示愿意暂停执行 以等待最终决定 美中重启芬泰尼谈判 分歧中展现合作迹象 德国之声 美国和中国的官员在北京举行了 为期两天的禁毒合作工作组联合会议 讨论了打击芬泰尼问题 芬泰尼是一种合成阿片类药物 主要由中国制造 对美国造成了严重影响 此次会议是美中关系紧张之际的一小步合作 也是习近平和拜登会晤后的重要合作举措之一 美国希望中国采取更多措施遏制化学品出口 这些化学品主要在墨西哥被加工成芬泰尼 然后走私到美国 中国公安部长王小红表示 双方同意在禁毒方面扩大合作 为中美关系注入更正面的能量 中国过去是芬泰尼的主要供应国 但美国曾称赞 中国在2019年的打击行动 使走私数量大幅减少 现在美国希望中国停止出口芬泰尼潜体化学物质 在美国有史以来最致命的毒品危机中 合成阿片类药物是主要杀手 美国希望通过与中国合作 遏制芬泰尼的生产和走私 从而减少毒品危机对美国社会的影响 为了达成禁毒合作 美国同意解除对中国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的制裁 这是为了消除双方之间的障碍 促进禁毒合作的进行 中国外长王毅表示 禁毒合作工作组将在排除单边制裁障碍后启动 通过这次合作 中美双方希望共同打击芬泰尼问题 为双边关系注入积极的能量 客座评论 中美独创稳定两国关系的秘密沟通机制 德国之声 中美高级外交官王毅和沙利文 在泰国曼谷进行了为期两天的会晤 这是他们在去年以来的第三次会晤 会谈涉及了中美关系 台湾问题以及区域和国际热点问题 双方发布的会谈既要表明 这次会谈是坦诚 实质性和富有成果的战略沟通 双方就落实两国人手旧金山会晤共识 以及处理重要民党问题进行了讨论 尤其在台湾问题上 王毅强调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选举改变不了这一事实 而美方应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 此次会谈的成果显示了中国对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期望和要求 双方还讨论了红海危机和朝鲜半岛等全球热点问题 对于红海危机 美国需要中国的理解和支持 以解决胡塞武装对商船的袭击问题 中国可能会发挥中间传话者的角色 传达双方的要求 至于朝鲜 双方在会谈中表达了各自的立场和主张 这次会谈的重点在于 双方就全球重要问题展开了对话和沟通 这次会谈是中美之间建立战略沟通机制的一部分 中美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如何处理好双边关系具有全球意义 双方之间的竞争和对抗可能导致军事冲突 因此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 管控分歧 避免军事冲突非常重要 通过三次会谈 中美之间的战略沟通机制基本成型 为稳定中美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下一次会谈立即将在5月底或6月初举行 讨论的重点可能是台湾问题 以及美国大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德国经济正处于衰退边缘 德国之声 德国经济正处于衰退边缘 去年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3% 如果今年第一季度GDP继续负增长 德国将面临衰退的前景 几乎所有经济行业都在抱怨市场需求疲软 高利率和一些特殊因素也在拖累经济增长 德国多家经济联合会呼吁政府采取改革措施 包括加快规划和审批程序 减少官僚阻碍 进行税收改革等 德国经济的复苏前景仍然不确定 情场骗子 小学毕业农村南厄云 全国40多名女财色 全品那招 新岛日报 33岁的古某因诈骗全国多地40余名女性 而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并处罚金20万人 古某以租豪车伪装富豪的方式 与多名女性交往 通过借钱周转 投资等理由诈骗她们的钱财 受害女性遍布全国各地 多达40余名 古某的诈骗行为最终被发现 人于一宗打人事件 导致警方对其展开调查 调查发现 古某出身农村 仅读过小学 通过借贷租豪车来装扮成高富帅 并通过乡亲 网上交友等途径 与多名女性建立恋爱关系 然后诈骗她们的钱财 古某虚构了自己的身份 声称自己是从江苏过来的大老板 在通江承包工程 她以送礼金 豪车等诱骗女性 承诺与她们结婚 并在南京买房或者在成都提车 一些女性被她的花言巧语所迷惑 借钱给她 然而 随着一宗打人事件的发生 古某的真实面目被揭露 调查发现 古某仅在八中地区 就同时交往了七个女朋友 而她曾经交往过的 以及正在交往的女性遍布全国各地 多达40余人 古某出身农村 仅读过小学 她的家庭经济状况并不好 她曾结过一次婚并离婚 还曾向父母索要钱 用于赌博和打游戏 为了装扮成高富帅 古某租豪车 办虚假房产证 并聘请司机为其开车 通过相亲 网上交友等途径 她与多名女性建立恋爱关系 然后借钱诈骗她们 古某的诈骗行为 直到一宗打人事件才被揭穿 最终被警方逮捕 并受到法律的惩罚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